你把什么东西扔了 就牛征那个破了烂烂的牛仔裤 还有你闺女那个黑丝袜 你把他们牛仔裤跟黑丝袜扔了干什么呀 那不好的东西就得扔啊 牛征穿个破烂的牛仔裤出去 那别人会笑话我们当父母的 还有你女儿啊 别以为我不懂现在那年轻人的时髦玩意儿 那种叫黑丝袜又叫黑丝 那都是那年轻小姑娘 又穿在大街上讲时髦 超短裙 黑丝袜 讲究性感 为了吸引那些什么年轻的小伙子的 你说其实有男孩一怨不 他还穿黑丝他用得着嘛 要是他真穿着那黑丝袜在咱们院子里溜达 那指不定被别人说我们家不正经的 也不知道牛叔龙怎么管这女儿的 怎么就不正经啊你这 你觉得正经啊 你去捡回来 你穿上试试 黑丝 ح hunch 抖婴冻 我放你 这怎么回事啊 八成是我妈干的 什么叫八成是你妈干的 这肯定是你妈干的 你说我这放衣橱里好好的 她怎么就拿出来给我们扔了呢 我从小在家就没什么隐私 我妈就喜欢拿我的东西乱翻一切 这估计啊又是跟我收拾东西 看到你这丝发不顺眼 拿出来就给扔了 这什么 我新买的牛仔裤 你能不能去收拾你妈 你都多大人了 咱们都结婚了 她动不动翻咱们东西这合适吗 没法说她不身体不好吗 算了算了你也别生气了 回头我再给你买新的 别生气了 什么事啊这 妈 妈 我们回来了 盛南 这菜都洗好切好了 你一会儿呢 放锅里炒炒就能吃了 我在超市忙了一晨我有点累 你帮我忙啊 行 你不是闻不了云烟吗 那我就做得清淡点呗 我可不想因为这个 你妈再拉我爸开刀 好 我来了吧 爸我没事 你去休息去吧 爸我这些年 欠你们的太多了 能做点就做点 去休息去吧 爸我不托你为我做什么 就托你和新闻阿姨能好好的 我妈能好好的 咱们大家 都好好的 小时候 我没能有个完整的家 现在长大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是没买的 拿着 帮爸放一边去 来 行了 行了 去吧 爸 来吧 回家呢 好了 你 盗贝账 都不饭 你来看看 我都不想吃 我就是 那天 你说这两个包哪个好看 妈 我那牙背架 为什么给我扔了呀 好 是我扔的 洗手间洗手台就那么大 你那牙背架太占地方了 我就给扔了 你那个黑色袜我也给扔了 你可千万别穿出去啊 到时候会被人笑的 还有啊 沈南 我们家牛征呢 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委屈 我们家是不富裕 但我从来也不会 看他裤子破了 也不给他买个新的呀 你也是 你下次注意点啊 那什么 您能不能 下次别乱扔我们东西啊 我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 那些东西都没什么用了 也不太好 这怎么叫乱扔了 还有啊 沈南 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一下 你在我们这个家的 位置 你是儿媳妇 我是婆婆 这是我赵新梅的家 我 我认个东西 我 我还得问你意见 不是啊 沈南 爸 睡觉了 睡觉了 行 那你们俩早点睡吧 晚安 老婆 你还不高兴呢 尤诚 我承认 有时候我的想法有点太天真 再这样下去 我会跟那些垃圾一样 被你妈给扫出门的 被你妈给扫出门的 到时候啊 不止咱们俩尴尬 我爸跟我妈 也会一起跟着尴尬的 不会的 盛南 这不刚开始嘛 磨合磨合就好了 刘正 你自己说的 你向我保证的 你让我生活更好 可是呢 你答应了吗 你做到了吗 我再尽力做呀 这不刚开始吗 是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你时时刻刻 被你妈给盯着 你难道不烦吗 那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你敢保证 以后生活的 不会更糟吗 咱们俩还是搬出去吧